講到外景三鄉這個面子 在生理期的路線 因為經濟困難 沒辦法觸電有夠的 生理應聘等社會很兇 對處苦衷環問告基金會 有的鄉英伺戶電話幾位 特別館5778百位生米 沒有擔心六四路線 估計中2,889位受的幫助 該公頁省行也有指導代表接受 在許多資訊有落差 甚至於這個經濟社經有困難的 社經地位有困難的偏向 他們可能對於生理用品來講 他們是沒有辦法來供應的 那正好我們有這樣子一個登月計畫 終結月經貧窮 能夠幫忙在偏向的女孩子 那非常感謝我們秋川環文教基金會 他們能夠登高一呼 那大家很多企業一起來響應 那市長講出他對整個市政的願景的時候 提到其中之一的登月計畫 聽到就覺得非常感動 因為我自己也是女性 那也曾經經歷過 那我覺得能夠用這樣的心去幫助 所有需要幫助的女生 是很不容易的 那同時間它是超越各縣市 又跟國際接軌的一個很好的計畫 所以聽到以後我就說我第一個願意來響應 小九共町 台南對一百十年的轉國修重 頂尾計畫 剛才每下民間團體主委 也運用社會求助金的觀看 來採賣生理應聘 重視是沒有銀行的尊重 另外透過新北高遊客廳來參團 希望大家拜託對外景富民的觀看 等待先問郭文吉 蔡宏波等 講一下